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 互动机会 快加入星电视 YouTube 会员吧! 第二节 讲讲俄乌冲突期间 世界大国的合纵连环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最近得罪了他的靠山之一 德国 德国本来对乌克兰就不是很老友的了 在北约和欧盟都对他不冷不热 尤其在乌克兰想入北约这件事上面 德国可以说是反对最激烈的国家 由于美国的压力 德国不敢公然反对 今天西方世界支持乌克兰的政治正确 但是在很多具体的事上面 好像提供武器之旅 都尽量和他保持距离 几日之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先流去了刚刚解围的基辅 走了转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于是就有人要德国总理索尔茨 也去趁热道 但是索尔茨就阿兹阿座 扭扭扭扭扭不肯去 反而德国的总统斯泰因卖尔就死冲重 在访问波兰的时候 说想和拉脱维亚 纳图院外沙尼亚的总统 组团一起去基辅行客 谁知乌克兰方面表示 不会接待 理由是这位德国总统 以前在一些政策上的立场 较为亲俄 曾经支持北溪二号项目 他现在这个时候去基辅 不是那么方便 第二天之后 这样也不止 扎连斯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犯了一个大错 他一直等到德国总统 在波兰起飞之前的几个小时 先正通报德国方面 说不想见这位德国总统 波兰的官员静悄悄 就向德国传媒透露了这个消息 消息一出街 搞得德国措手不及 感到是被乌克兰过了一栋 德国实行的是内国制 负责处理国政的是总理 总统是没什么实权的 所以乌克兰很想总理索尔茨来访问 谈一下提供武器这一类实际问题 而不想德国总统来 因为跟他没什么好谈 但是总统说了都是国家元首 代表德国 你玩他就等于玩德国 于是德国上下就生气了 认为泽连斯基在有意地羞辱德国 德国的传媒高官以及网民 纷纷指责扎连斯基 说你离不离谱一点 你在求我们 但是竟然敢说我们的总统不受欢迎 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和俄罗斯打仗 德国是你财政的最大捐助国 你忘恩负义 吃碗面反碗底 谁给你这么狂妄 这么傲慢 之如此类 说得挺难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叫德国总理怎么做 他当然不敢得罪国内的政治势力 于是就说 因为泽连斯基拒绝见德国总统 所以我都不会接受邀请 去见泽连斯基 到了这个时候 泽连斯基才知道闭家伙 拉拉拉解释 说他无意冒犯德国 只不过是一者 他未接到德国总统上来访问的正式要求 二者也都觉得总统国下来讨论经济没问题 讨论政治就不多妥 不过一言计出 司马难追 这样的解释就越描越黑 你当德国人傻的 被你这样搞 乌克兰和德国的劣行就只会加大加深 短期之内 都怕几难平复 据说毛泽东主席说过 政治就是将朋友搞得多多的 将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人这些高深的哲学 愚蠢的泽连斯基就学不到 他头脑一发热 不知天高地厚 下巴轻轻 就得罪了一个有能力帮到自己的盟友 他的脑子有多少政治智慧 可想而知 说到争取盟友 亦都不能够不说美国 前一阵 美国就猛逼中国加入西方集团 谴责俄罗斯 中国就耍手夹领头 美国没有负 转而 就去找印度 但是 似乎 亦都不太顺利 中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少数几个可以不听美国之底的国家之一 无论你的威逼 只是利友 想他跟着美国 来打一份俄罗斯 就完全不用旨意 但是 印度都不听话 似乎就少见一点 所以 印度在联合国就 俄乌冲突投票的时候 投了弃权票 美国那么激气 就是这个意思 11号 美国总统拜登 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像会谈 拜登含蓄地表示 印度不理会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竟然继续采购俄罗斯的能源 对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但是印度的外长在会面后 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 不如你们关注一下欧洲先 我们这个月的总采购量 都还没够欧洲一个下午买的那么多 印度外长 明明是针锋相对 反过来 接着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跟印度外长会访 布林肯就拿印度的人权问题 来做文章 说印度政府近期侵犯人权的记录多了 美国对此 就很关注 是什么意思 大家小品 但是印度外长也反过来 说 你们的人权都不能去哪里 我们都很关注 如果说 官员的警告意味还是比较隐晦 美国传媒就开明居马直接威胁 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告诉印度 你们想科技现代化 知道华盛顿的权力吗 中国的中兴和华为就是教训 虽然美国这样做 表面上看来 不是很公平 甚至是不对 但是 在权力面前 公平和真相 一文不值 美国的狂妄 傲慢 一点都不用遮掩掩掩 直接把刀放在桌面 不问你 面对美国的威胁 印度会怎样 马上站过来 还是理解你都傻 你现在未知 但是我估 效果未必就会如美国的理想 因为美国这种态度 不见得 印度必然会接受 没错 每个国家都想发展 印度也不例外 但是印度这个民族 自视甚高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有独立的国家战略 同时他们又非常实际 要我站在你这边 有什么好处 想我不买俄罗斯的能源 那你美国卖给我吗 就算是你卖 跟俄罗斯一个价吗 印度军队的武器 相当一部分 是跟俄罗斯买的 一旦得罪了俄罗斯 那他的军队 还能打不打 谁知道 所以 美国想修复印度 用威胁的办法 是不行的 收买吧 我担保你 拜登总统如果跟莫迪说 搞定俄罗斯 我全靠你了 能源 武器 良性 你要的所有东西 我都买给你 你要多少 我给多少 跟俄罗斯一个价 比他便宜也没所谓 叫你和我谴责俄罗斯就行 我想大概率 莫迪会反应 问题是 拜登 会这样做吗 能够这样做吗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说 上星期